本身你们的售后服务也做得很好 跟进方面我觉得 只要是我打电话去 他们都会和我安排 和做好 结果出来不只是我一个人满意 大家整体上觉得 这是给他们一个很好的家的感觉 这次来到这个青衣南城湾 1200尺的单位 不如和大家玩一个对称游戏 看看大家能否找到分角线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这里是两个单位打通了 所以是很对称的 环冠四周大家看到这里有很多房间 而厅其实分了三个部份 一是客厅一是饭厅 还有一是为了符合 会主信仰需要的灵修区 因为我们宗教信仰的理由 我希望有一个比较值得的空间 给我们一个舒适的灵修区 我把这个意念说给设计师之后 设计师就帮我设计后面的一个很漂亮的围山位 这个是有一个惊喜的 其实设计师在和我们沟通的时候 那个互动做得很好 他了解我们的需要 亦都提供到他的专业的意见 然后在很多一些特别的选择里面 他是将他的意见给到我们的时候 让我们做到一些比较有明智的选择 令到出来的效果 是比我们原本想是更加美满的 我先生就很喜欢收集酒 所以我在设计厅的时候 我就要求设计师 你可不可以做一个柜子 可以让我先生可以伸出他的酒 设计师就帮我想 而且因为我们的房子 我希望用烫门的话 基于安全理由 我又不希望烫门会弄到小孩 所以就和设计师商讨之后 设计师就用了一个很好的设计 就是遮挡了烫门 也可以令到厅的观感会美观很多 这个单位是两个单位相连 房间当然是特别多 不过说到护主的主人房 就够非一般了 因为套房里面包着走廊 衣服间和厕所 圆圆转转至成一角 书房看起来好像平平无期 但其实内侣就暗藏玄机 原来这部LCD电视机 可以180度转过来的 看起来户主想欠电视也没难度 儿童房完全按照小主人的心意设计 两位小主人喜欢热闹 想共处一室 又想和工人姐姐一起睡 设计师于是利用了楼梯形设计 令到这间房虽然住了三个人 但都各有各的空间 加上小朋友本身喜欢爬高爬低 这样的设计自然令他们更喜欢自己的房间 厕所都够纷纷 好像Food Punch的瓷砖 一改平时厕所沉满的风格 令人洗澡疏洗 心情都漂亮 其实我开始的时候 我以为你们会收得贵一点 因为是有ISO保证的公司 通常收费都会有一定的保证 所以当时我没有用到 但到最后 因为计算我以前的单位装修价钱 我就发觉原来和你们 反而你们会比较相宜一点 其实我们本身 我们这次由香港区搬来清衣区的时候 我们其实不是在我们计划之内的 所以因为不在计划之内 所以在财政方面 我们那个安排 其实是没有预先计划过的 所以正正就是说 有一个分期付款的话 就可以令到我们在这方面 作出更好的安排 本身你们的售后服务也做得很好 也在跟进方面 我觉得只要是我打电话去 他们都会和我安排 和做好 结果出来不仅是我一个人满意 大家整体上 就觉得这个是给到他们 一个很好的一个家的感觉 这件事大家都很开心 在这里 是一整个不愿意 那么多个小的情细 roast